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著溫暖濕潤的氣候 和茂密繁盛的植被 無數的恐龍在這裡自由地繁衍生息 逐漸形成了繁榮熱鬧的恐龍世界 但是 一位神秘的博士潛入了恐龍世界 他的目的是 所有的恐龍都是屬於粉寶寶的 所以你們這次的任務是 馬上前往恐龍世界守護所有恐龍 太棒了 潮星特工守護恐龍 出發 吃飽喝足 再美美地睡一覺 那就完美了 真是只凡人的蒼羊 看我怎麼消滅你 你 蛇蛇蝦你幹什麼啊 對不起阿妩 我不是故意的 有緊急情況大家趕近來地地集合 阿妩 走吧 不好了 坏坏博士正在捕捉一只黄昏龙 黄昏龙体型像小猫咪 习星也和猫咪差不多 坏坏博士抓他难道是 不行 我们得赶紧救出黄昏龙 不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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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博士 黄昏龙之暗幻想有什么好研究的 你懂什么 它可是世界上一只最小的肉食性恐龙 值得研究的地方可多了 本宝宝宣布你是属于我的了 还不是 黄昏龙是属于恐龙世界的 放心吧 黄昏龙 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的 猪猪小 这次你们休想抢走我的恐龙 百变魔风 苍蝇 没错 这就是我最新改造的苍蝇伴伴 想救黄昏龙 先抓到它再说吧 这么大的苍蝇 我就不信我们逮不到它 小龙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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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啊 回来啊 阿妩 小龙蝇 我们一起上 哎呀 哦 哈哈 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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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苍蝇伴伴得厉害了吗 你们还是放弃吧 可恶啊 猪猪鞋 现在去上去也没用 我们还是先找小飞了解清楚情况吧 好吧 还起远程协助模式 小飞 笨笨变成苍蝇笨笨后 为什么变得那么敏捷啊 我们想救回被他背在身上的黄红龙 结果却连碰都碰不到他 你快帮帮我们吧 没问题 背戏结果表明 笨笨之所以变得这么敏捷 是因为他拥有苍蝇的赋眼 赋眼 每一只银眼都有三千多只小眼 一双银眼就有六千多只小眼 这种由许多小眼构成的眼睛 就叫做赋眼 人类每秒最多可识别二十四个画面 而苍蝇的赋眼可识别两百个画面 这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动态视力 哦 怪不得我早上怎么都打不到苍蝇 苍蝇笨呗也总是能避开我们的攻击 难道他的眼睛就没有弱点吗 当然有 苍蝇虽然有着强大的动态视力 可宽广的视野 却只能看清四十到七十毫米范围的东西 其实是个近视野 哦 那就好办了 好了 远程协助到此结束 你们加油吧 既然苍蝇眼只能看到四十至七十毫米范围以内的东西 那我们就从远处进攻就回黄昏龙 好主意 这个位置刚刚好 小龙帮 目标 黄昏龙准备发射 这次难响 吓我一跳 猪猪小 你竟然敢偷袭 不过还是没用 因为只要接近苍蝇半本四十毫米的范围 它兜兜避开 难道我们真的就不会黄昏龙吗 谁要恭喜我 奇怪 苍蝇半本这么敏捷 怎么会连一个小松果都避不过呢 阿母 我记得小飞说过 是她的视觉死角 这么说 那个视觉死角应该就在她的后脑勺处 我们可以这样 对 就是这样 苍蝇半本 我们走 不要和他们浪费时间了 不许走 苍蝇半本 那就让他们彻底死心吧 遵命 破怪博士 是 来呀 猪蝇鞋 有本事去抓我呀 你们是永远也碰不到苍蝇半本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角度 成功了 本 本本 还不快把黄昏龙夺回来 是 不是 是 你 是 是 是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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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笨笨你在干嘛 猪猪侠就在那 笨笨追来了 我们要被追上了 笨笨藏玉枭 下 下次我一定会成功的 黄蜂龙 恭喜你终于自由了 你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我的眼睛 什么事了 猪猪侠 阿妩 我的眼睛坏掉了 窗外的东西 我全都看不见了 我的眼睛啊 我要瞎了 猪猪侠 猪猪侠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 那只是大雾了 要瞎了 要瞎了 大雾 对啊 你看 怎么突然起这么大雾啊 有紧急情况 大家赶紧来基地集合 明白 不好了 这里有很多些恐龙从事遇到了危险 但是因为被耽误笼罩 目前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 我们得马上赶往现场 嗯 潮兴特工 守护恐龙 奇怪啊 怎么一进入这片雾中 就感觉好难受啊 我 我也一样 啊 四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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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撤 阿妩 为什么他们会一起倒下 我觉得这片雾有问题 我们最好快找小飞帮忙分析 好快 小心一下 嗯 开启远程协助模式 小飞 我们一进入雾中就变得十分难受 同时还发现了好几只倒在雾里面的恐龙 不知道是否和这些雾有关 你快帮我们分析一下吧 没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 这不是普通的雾 而是雾霾 雾霾 雾霾是工具状悬浮着的 大量有害未利物和雾气相结合 形成的大气污染状态 雾霾里通常含有酸 碱 盐 尘埃 花粉 卵虫 以及病毒 细菌等二十多种有害未利物 会影响生物的呼吸系统 心血管系统 甚至引发疾病等等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难受 那我们应该怎么解决雾霾呢 咳咳咳 要想彻底解决雾霾问题 就必须阻止污染源 继续喷发有害未利物 有害未利物 要么来源于人为 如汽车尾气 工业排放 垃圾焚烧 要么来源于自然 如火山喷发 如果解决污染源 雾霾被风一吹 很快就会稀释 消散掉的 明白了 可是现在 我会马上为你们传送 可以暂时过滤有害未利物的口罩 祝你们一切顺利 来了 好 说不得了 谢谢小飞 好了 远程协助到此结束 你们加油吧 快 我们帮恐龙野戴上口罩 太好了 这些恐龙看起来没那么难受了 不过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阿妩 我们必须赶紧找到污染源 彻底消除雾霾才行 可是雾这么大 可见度太低了 怎么找啊 谢谢 南方去寿楼 彗未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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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侠 你好吗 你怎么在这呢 难道说 这些雾霾 该不会是你弄出来的吧 不不不 跟我无关 糟了 越来越多的恐龙倒下了 幻幻博士 快说出真相 难道你想害死 这里所有的恐龙吗 这 好吧 这的确跟我有关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 原版 我只是想制作一种 能够让恐龙睡着的熏烟而已 可是没想到 发生了事故 材料混在一起 发生了爆炸 斑斑竟然失控了 我也不想这样的 其实只要拔掉斑斑身上的魔方 就可以让他停下来 只是我一个人 根本做不到 现在有我们了 猪猪翔 你们 少废话 你去照顾这些恐龙 慢慢就交给我们吧 小龙猫 我们走 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这里的烟雾比外面更浓了 是笨笨 笨笨 快停下 沉睡烟雾 我们有口罩才不怕你的烟雾呢 启动自卫模式 烟雾螺寻强 没想到 我们根本就进不了笨笨 这下怎么办呢 我们会来的吃亏许 我要改变 是 吃 可以 我 我 不行 我 哎呀 不行啦 我快堅持不住了 弓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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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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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现在 用力 用力 小龙方 男方去手楼 只要快点智智奔奔 他们就会没事的 大家一起用力 小龙方 你们再坚持一会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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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消失了 我们成功了 哇 哇 哇 哎 你 你想干什么 啊 帮帮帮下次一定要 看来南方巨兽龙挺喜欢你的 太棒了 我是坏坏龙骑士 太棒了 哇 奇妙的世界一打开 有只小猪 感觉好酷 每天会遇到的险阻 将近乘出 没有难度 多懂闹 多懂抱 多看鸡叶树 听着胸 带着风 踏着步 爱冒险 就不怕 不怕就 不会输 不怕 勇敢的小猪 要有点粗 踏散还是很土 小鱼匙 给脑力加速 加速 加速 勇敢的小猪 有小放手 不骄傲和满足 这是我 独特的天赋